本來今天早上沒有說過要錄這個視頻的 但是昨天連續收到了兩個信息 很有意思 沖了咖啡今天沒有喝另外一個咖啡 這個是Nascar Original Double Filter Full Flavor 這個就是另外一種的粉末狀咖啡 咖啡有很多種一種是豆末狀 它們變成一粒一粒小粒 這個是粉末粉末水沖酸 有些人比較喜歡 但是因為便宜我才買 我不是因為貴 每天早上我都會喝一杯咖啡 然後特別是醒一醒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剛來英國的時候我並不會喝咖啡 但是現在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但是回中國我就不喝咖啡 回中國當然是喝現磨豆漿 哇真的是想起來真的是 哎呀可惜啊想起來真的是爽 現在磨豆漿一個包子 今天大家聊的 今天大家要錄這個視頻的 一個原因就是昨天晚上 他說今天早上 當每天我睡醒的時候 我的微博跟我的B站 都會有人留言給我 然後就有兩個人留言給我 寫的還滿長 很有意思 然後其他還有留言給我 我都忘記了 就有人很覺得我很有意思 然後想送 想遠程寄中國茶給我去喝 這邊謝謝他 但是無功不受錄 但是心靈了 然後這種感覺真的是很溫暖 就是開始這個不是流量 不是粉絲給你的肯定 而是開始有人對你所做的東西 有一個價值的肯定 雖然不是很名貴 但這個肯定是一個 我覺得是最好的鼓勵 比B站收到錢的鼓勵 或者是YouTube收到錢的鼓勵 更上了一個等級 就是開始有人對你做的事情 送一張小卡片 而是留言鼓勵你 當然還是有人會 所以怎麼講 有人會覺得 哎呀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樣 多多少少都會有聲音 世界上的網絡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你不用太過在意 所以你應該把你的精力 劃在一些 開始建立這種關係的人上面 這種關係又很奇妙 又不是看不見摸得著 它有一種網絡的關係 我個人覺得網絡的關係比較虛幻 所以對網絡 網絡的戀愛 有很多的不同 然後這邊談的不是這個 然後就真的謝謝這位朋友 是不是朋友 看不見的朋友 或者是不知道是誰的朋友 不知道是誰又是朋友 哇這個 有一點 視視而非的感覺 然後回到另外一個 就是也是寫了很長篇大論 他也是 之前我聊到萊卡 他就講到萊卡 萊卡的確一個 是一種 可能是一種的感情懷 他跟 或者我也不是很有錢 他也不是很有錢 但是他決定 要存一筆錢去買一個萊卡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你買萊卡 你一定很有錢 其實很多時候 當一個人有萊卡 未必是他很有錢 而是他願意把他一部分的錢 或者是努力存的錢 可能信心固存了三年五年的錢 去買一個萊卡 然後成為他的一個情懷 所以那就 買萊卡的人未必是有錢的 就像你買房子的人未必是有錢的 但有錢人應該都會買房子 而有錢人也不差一兩個萊卡 當然這個是 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 但是從他的回覆 從他信息當中 我也感受到他的 對我的一種 鼓勵跟肯定 這個是也是謝謝他 就當你開始慢慢 做的視頻 你講的東西 被有人慢慢接受的時候 就很喜歡 所以這個時候 信念早上的時候 一杯咖啡 看一下你們的回覆 有些時候 不是太經常會回覆你們 因為拍攝視頻 在網絡上的時間 我不想讓YouTube 或者是讓這Vblog 佔去了我太多的生活時間 因為我也需要有我的私人時間 需要有我自己的東西 所以他只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 我不希望他是全部分 大部分時間花在回覆上 然後簡潔上 所以我盡量將我的視頻 簡潔做到最簡單最快 容易就好 因為我這個 我不想成為他的 我的生活的主要 這個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生活 還是要我有生活 有我的時間的 而這邊這一集講的就是 謝謝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應該是廣西的 他之前在B站都沒有留言 他一旦留言的時候 他終於轉正了 然後終於留言鼓勵我 就也是想請我吃粉 你會發現這種是很溫馨的一些回覆 所以可能這一集的主題 跟大家聊的就是一個話題 那些默默支持你的人 所以在網絡上 很多留言可能會攻擊你 可能是刻意 可能是十個人裡面 才有那麼一個 但是你不要忽略那九個 在背後慢慢 或者是有觀看 但是沒有留言 但是默默支持你的人 所以可能講壞話的人 可能只是百分之一 是少數的人 但是你要注意 那百分之九十的人 或者百分之九十的人 那個才是你最主要的訂閱者 最主要讓你一直做下去的一個動力 所以那時候 任何一個人不可能做到四千四美 全世界不可能有一個人 做得讓全世界的人都喜歡他 對 對 沒有 就算你做得對 人家也未必喜歡你 因為你做得對 就顯得他做得錯 你聽得懂就算 聽不懂就算 所以你做得太好 人家就討厭你 因為你做得太好 就顯得我太差了 所以好學生未必在班裡面是受歡迎的 可能是 班裡面被排擠的 因為你學習成績那麼好 就顯得我們那麼差 所以這就是人性的一些很 妒忌的心理 所以很多時候你視頻做得好 人家就說 你的視頻為什麼要拍得好 你拍視頻 我沒拍視頻 那我就 那我也不表揚你 但是會不會攻擊你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這首信念 但是這些人是很少數 我相信很少數 大部分人還是慢慢看你視頻 慢慢去鼓勵你 激勵你 這就是為什麼 我也希望我的視頻 能夠繼續的走下去 這個動力不是 是有很多 可能會有很多反面的聲音 但是有一些人 特別是我錄500集的時候 雖然那時候我沒有講 關於500集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的留言 我都有看 謝謝大家 就一路陪我走來這500集 如果你是從第一集看到第500集 你就已經有了一個獎賞 就是這500集裡面一起見證 成長 一起參與這一群的群體 或者講 這個就是一個很難去形容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是半途在訂閱我 或者是現在這一集才了解我的話 你了解我的程度 可能就沒有那第一個看我視頻 到現在一直走過來的程度 因為很多人回覆的時候 當我看 大家回覆我就知道 他可能只看過這一集 前面的都沒看過 其實那個色卡 我前面講了很多了 然後一直要回覆 但是也謝謝其他之前幫我回覆的人 就幫我回覆了 後來才看我視頻的人 就是你可以看以前的視頻 然後聲音的解說 有些我覺得可以再講的詳細的 我會再繼續錄下去 所以當你看 這個就是我靈感的來源 剛開始的時候我靈感 我拍攝的想法不會太多 就看到有趣的想拍 但是現在的靈感來源 很多時候成為一個看你們回覆的互動 因為有些人的回覆 真的是很好 它可以讓我想到下一題的主題 所以那個主題 那我想到的時候 我要需要一些的想法去酝量 特別是中年危機還沒講 或者生活壓力還沒講 很多東西都還沒錄下來 我想把它這個都放在這個視頻的頻道裡面 或者這個的頻道的價值 這個就是我頻道的價值吧 所以我希望我所建立的頻道 其實產品測試開箱等等 這些很多人在做了 然後我就希望你用我的方法去講出我的感受 並不屬於測試 我只是一個使用者 就好就不好 我不一定是對 然後可能很多是錯 但是至少你看我應該不是像讀書這樣子 所以我已經錄過一集 我講我不是老師 但是我的視頻 希望大家看了以後 有啟發對你的想法 對你的生命任何都好 有你一點 至少你會懂得你的路應該走下去 因為人生不只是器材而已 人生的問題 不是用什麼相機 人生最大的問題 是今晚上吃什麼 所以這個人生的問題很多 所以你只會用器材 你最多就是一個器材 但是你能解決人生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很多時候 了解很多 因為現在中國的社會 你會發現 我相信好人還是很多 但是整個 那種的風氣 能夠有鼓勵人的風氣 越來越覺得珍貴 可能將來會越來越珍貴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希望這個世界 不一定會馬上變得完美 但是至少在 那麼黑暗的世界上面 有一點點的光 可能是蠟燭的光 風一吹就滅了 但至少他曾經照亮過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想到 錄製視頻 所以謝謝那些默默支持我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看我視頻 是不回覆的 心照不鮮 我也不需要你特別回覆 但是這些人你要很小心 他一直看你視頻不回覆的人 才是你的VIP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些人 一不回覆 一回覆就一鳴驚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他一直在觀察 觀察十年之後 他可以總結出一句話 然後讓你驚艷 或者讓你稀奇 而這個就是專家 所以專家是不容易 一開始就講話的 比如說一個地方 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一到場一開嘴的 就一定不是最厲害 很簡單 一個足球場 一上場 就馬上射門了 不一定是踢球最厲害的人 不一定 我是講不一定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人是看馬上就講 因為他沒有經過想 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後 他經過十年去想出一句話 還在這回覆 哇這個才危險 十年後有那麼一個人跟我講 哇我從你第一集看到第五百集 然後回覆成一句話 濃縮成一句話 這個真的是嚇死你 所以那些人看你視頻馬上就吐槽的 其實就是比較表面的東西 但是那些默默看你視頻 在默默的去分析你 在慢慢的記錄 會不會有人把我的話 一個字一個字 然後等到的時候 一個子彈就搞定你 那些機關箱 是很多暴力 但是你躲在石頭後面 就是很安全 所以這個你會發現 在後面一些默默看你視頻 支持你的人 那些人才是你應該 好好去想 好好去尊重的人 或者是好好去理解的人 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跟 之前我錄過一個關於吐槽 其實網絡是很正常的 吐槽這些人 也不能怪他 但是無論如何有吐槽有支持 我的視頻就有免費咖啡喝 這個是我很開心的 不管你 當然 你的視頻 希望你不要 因著流量 因著這些 而去突破你道德的底線 因為任何視頻 都應該有它的價值所在 而這價值不應該只是 通過一些 付錢的東西 存在 所以我希望我視頻 能夠盡得起時間的考驗 就是10年 20年之後 再看回這個視頻 還是對你有啟發 這個就是價值的選擇 好 這個是今天早上新一天的分享 現在就開電腦 看一下你們的回復 有機會 或者有時間回復 但是一半都是10到15分鐘 下次有機會再見 Bye